蝦醬鱼奶上菜啦 那个猫鱼奶呢 都要给鱼奶吃 鱼奶吃呢 跟它下 跟它弄 它这个鱼奶里边 它都有生物钱 如果说生的爆皮呢 熟呀 不要先去爆皮 我们先把它煮熟 你看熟了以后它好爆皮 凉水下锅 基本上水开了 再蒙一会它就好了 就熟了以后 浓到这儿鱼奶 鱼奶给它熟了 熟了鱼奶就已经熟了 没煮的了 根本鱼奶就好了 好的鱼奶啊 它上面你看 浓浓的 随之一捏你看 糯糯的 很糯 这个鱼奶肯定一定是好吃的 要不要读完呢 稍微不可以给它倒去好了 我们放点葱段 放两个蒜片 这个都是起香的 鱼虾酱 喜欢的多放一点 不要紧的啊 我也喜欢吃这个 所以我多放一点 这个营养非常丰富 一只南极的鱼虾 它抵得上5克的牛肉 尤其它的氨基酸含量呢 比虾牛肉要多 整体有8种氨基酸 必须的 那么正好巧了 这个南极鱼虾 它8种氨基酸它都有 最起码半斤的一下才能 闯出这么一关 稍微再炒一下 把它那个香味啊 再激化一下 我们把鱼奶放下去 告诉大家个小效果 为了它更加好的口感 加点咸蛋黄 我们要咸蛋黄给它再炒一下 红水不要太多 这个虾酱不行 我们稍微加一点3克的盐 大概1克左右的糖 这个时候我们轻轻推一推 我们开个小火 喂一喂 这个菜我们不要勾芡的 我们稍微撒一点点小葱花 这个菜我们就完成了 饱碎厨房 你的厨房本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